這個我們需要像一個鵝,非鵝 一個爬蟲,一個毛毛蟲,它要變成非鵝 一定要有一個殼 你一定要自己用蚕絲,指一個殼 這個殼還必須是完整的 你不能夠說,我外面很熱鬧的 我把這個殼弄個洞,我出去溜了一圈 我再回來,還在這個殼裡面 你只要這樣把這個殼弄破了 你這輩子沒希望變成非鵝了 這就是什麼?閉關 上次我們在金馬倫閉了幾天小關,成就很大 我看了一下,很多人的內道場 利用七天先天數變化很大 但是很可惜,七天還不是一個很圓滿的數 所以我們這次冬季,我們是在 我們高登的黃金地完成15天的閉關 掌聲一下 這麼辛苦,搞兩個地方就是能夠接待 盡量滿足大家想去的人 當然今天你們這些月環單本裡面很多窮光蛋 給你們一個優先的條件 馬上找蘇老師報名 誰要去,今天的12月,我們在那邊是15天 具體日期再給你們公布 學校假期期間 你們這窮光蛋照顧你們是什麼? 我們特意設了上下鋪 上鋪45,下鋪55 你花得起這個錢 但是可惜我只有30多個上下鋪 所以是誰報名早,誰先得 但是報了就要杜 你不要說只報名,你先要交錢 你不去這個錢沒了 然後再開放給別的外面的學生 那麼我要你們這些月環單的人去,去變化 其他的去不去,我還不在乎 要變 要變,要完成大單,月環單 完成人先的修煉 這個只要一變化 你自己整個的身心靈通通變化了 氣質完全不同 終於給我們找到了可以快速成就的這樣的地 老子所說的人法地 這個地對我們十分重要 尤其對我們在地球上的眾生 所以是大家有福報 這個平台是你們這些老修打造出來的 你們走到玉葉環單這個層次 很多都是老修 跟我少的也是兩三年了 當然我看了一下也有混進來的 有一些是新來的面孔 不要緊,那證明您福報很大 因為我當時跟熊老師修煉 第一個班我就上的獅子班 說你們就跟我一樣當年有福報 那你不是混的,是福報大 過去是的福報大 要把跟著趕緊地往前衝 要把自己真實地練出來 真實地練出來 那這個不太完的 就是剛才給你們講的任脈通連絕 那麼這是我們自己過來人 都必須這樣實實在在地去證它的 真的是這樣 否則的話你只是靠我明白 我知道你證不出來 你實驗不成功 那一切白打 所以是包括我們前面講的 都脈的一個訣竅 你如果還沒有完成的 你不要自以為是的我完成了 那每一步都是硬指標 都是真真實實 你要清醒明白下要完成的指標 所以大家要重視這個 當然明後天為什麼插著給大家 一定在大圓版之前 把這個一給你們講清楚 把一的一些功法要教給你們 因為上師他很慈悲大家 要教本尊的觀音菩薩本尊法 令我感動的是這幾天 有幾個人來找我 特別的拷問我 說師父 你這個觀音菩薩 四必觀音本尊法 你代不代我們練 我說那代練跟不代練 有什麼不一樣 他說那上師的話是賀北嗆 我們聽不懂 你要不教我們 再教我們不代練我們 我就不上這個課了 因為我聽不懂 你要代我就上這個課 我說你既然說這個 那我一定得代了 就是這個意思 對吧 你聽不懂 那我上師教完了 我得輔導 實際上他在找一個東西 就是這幾個人問我的人 他的神 他的靈 心裡的那個 就是師父你要把那個東西給我 為什麼 你沒有這個東西 你成不了本尊 成不了本尊 這是本尊法的最急密的核心所在 當然我不知道上師這次能交到什麼份上 但是為了你們這些真心實證者負責任 所以我提前把衣交給你們 這個衣你得不到 你什麼你都化遍不出來 所有的東西都從這個衣裡面出來的 所以大家要重視 這不是我 這是上面的師父 通過這些學生的肯情求法 所以我跟雲林說 我說讓這個義工組都停下來 趕緊來學這個衣 就是用三堂課爭取 緊密的講三堂課能講清楚 還有一些核心功法要教給你們 那把這個義得了 下面這個上師再講 這個四臂觀音法 托嘎法 你們就受益很大了 再給個掌聲吧 好吧 老師好久沒聽到你們的掌聲了 有一種渴望的心裡 聽到這個掌聲 今天我們還要往下再講一講 因為還有三講 我們爭取後面兩講再用一堂課講完 那麼這裡面前面還有 這是後面命功部分的 前面信功那個部分還沒講呢 所以前面信功我們還要月還單 還要把它回去再講 那麼還有日月神功 還有幾部特別的螺旋邁的修法 這些功法還要教給你們 所以說我們搶一點時間 講快一點 所以說我們今天再講一個 第十法輪修持覺 經理取真皆隨歸 會見懶路比氣迴 後生前將 原神訓 易入半當錦相通 人多二脈的通連 二脈之氣在泥碗混合後 沿著任脈而向過山根內 鼻竇內入口腔瘸橋而入蟲樓 這個剛才是講了任脈通連 然後化成的玉葉 順著任脈滔滔不絕的下去 到自己的下腹腔到爐中 那麼到爐中以後 這個時候任脈和督脈的東西 就匯合完成了 匯合完成了 因為你們的前面的修原神的 所以最後它就混合以後上到你完